尽管疏力颱風減弱為中度颱風 但結構扎實 基隆外木山海邊出現了三公尺高的浪花 上午天氣依舊晴朗 但海陸警報發布 岸邊禁止官浪及細水 海星游泳池空蕩蕩 但沿岸還是有民眾 不知道海陸警報已經發布 當場被海巡人員勸導驅離 沿岸已經發布幾屆 那為了確保生命團長安全 基本上現在離開 這是公文 我麻煩你過目 不知道已經發布了 不知道 怎麼會特別來這邊 我們工作到很晚 對啊 我就只是坐完 這個早上坐完就坐了 到現在目前為止是還沒有遇過 如果有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是會算強制距離 因為這邊沿岸地區 已經成為警戒區了 正值暑假期間 外木山細水的高峰期 原本中午就開始營業的熱炒店 受到颱風來襲的影響 業者提前做好防台準備 住在這裡超過半家子的居民 面對颱風來襲 一副老神在在 不擔心會有災情 在大五輪安檢站後方的漁港空蕩蕩 北台就不行 東南台就可以 所以西北台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漁船都要上來 北部比較大 北部比較大對不對 那如果是東南台的話 是比較沒有關係 沒關係 中路颱風舒立 預計會為北部地區 帶來超大豪雨 海邊的風力增強 海巡隊嚴格的巡防 就怕有遊客玩水不慎 而發生意外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 今年飽受淹水之苦的惠龍市場一帶 地方居民苦不堪言 如今颱風來襲之前 公務處以強烈水柱 沖刷排水寒管 讓寒管暢通 Hallows 張光 林 林